這份NTSB公開的調查報告 是由三藩市市府、三藩市國際機場 和三藩市消防局聯合提交 報告稱五名被拋出機艙的乘客中 三名女學生、熱夢園、黃林佳和劉奕鵬遇難 三人很有可能沒有按規定扣上安全帶 調查稱將三人拋出機艙的衝擊力 對三人造成的身體創傷 是造成三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也即是間接反駁了聖馬雕院驗屍官 指熱夢園被消防車剪輪之前仍然心患的結果 對此負責對熱夢園驗屍的聖馬雕院驗屍官 Robert Foukrat稱 三藩市方面的報告並非合法的醫療報告 驗屍官的報告勇於確定受害人的死人 是獨立和客觀的 並不會與三藩市方面的調查結果爭辯 三藩市國際機場負責人就說 提交報告是例行程序 無意與驗屍官作對 報告中還讚揚消防員 在短短的19分鐘內就救出所有的雙員乘客 並控制大火、體驗專業水平 星島記者張正報道